第21集 夯番薯看书 大家好 我是薯 歡迎收看第21集夯番薯看书 柴你有沒有遇過啊 要處理或解決麻煩事情的時候啊 心裡雖然明知道要趕快動起來 可是卻忍不住一直不斷的把它往後拖延 一定要拖到最後一顆火燒屁股啊 才能勉強完成的經驗 當然有啊 每個人應該都有吧 像是小時候啊 常常都是明天要斷烤了 今天才開始熬夜臨時爆浮腳 主家作業啊 拖到最後一天 才一鼓作氣的把它寫完 或者是長大後要給客戶的提案 加班趕工到最後一刻才寄出 沒錯 通常在這種非常時刻啊 人總是能發揮極大的潛能喔 像這種忘記時間般的埋頭專注啊 常常能夠一口氣的處理完大量的事情 但如果平時啊 就能夠隨心所欲的 控制這種經濟的專注力啊 不就能大幅提高效率、行動率和執行力嗎 說不定連考試100分或準時下班都不是夢 但是大家都知道 沒有那麼簡單辦到對吧 想想看啊 當你想專注的時候 通常會遇到什麼狀況 明天要來考英文了 趕快來複習一下單字 好像有一點太安靜了吧 進不下心耶 聽一點音樂轉換一下心情好了 怎麼會 怎麼會 變成了一堂了你 啊對了 LINE好像還有興趣還沒回耶 先來回一下好了 啊有點口渴了 應該要先準備一杯咖啡 昨天是竹賽比賽結果怎麼樣 哇 這新聞也太誇張了吧 啊 怎麼時間下去這麼晚啊 只好喝啤啤聲也要熬夜拼了 像這種無法集中注意力 最後什麼都做不成的狀況啊 往往不是外在環境的影響 而是自己內心的聲音或者是雜念太多 導致注意力無法集中 甚至有些人會因此開始產生錯誤的偏見 覺得是不是自己意志力魔弱所以做不到 最後乾脆就放棄治療 但其實人這種生物啊 天生就很難專注 因為我們人類的大腦在原始時代的設計啊 就是要用來在生理裡面 隨時注意周遭的狀況 讓自己避開所有突發的危險或者是猛獸 所以啊 哪裡發出聲音啊就會往哪裡看 一有什麼動機啊就想確認狀況 人的思考本來就是流動的 很難保持在一定的狀態 也就是說如果在應該認真讀書或工作時候 卻開始打掃家裡 應該打掃家裡的時候卻忍不住拿書寫來看 或是原本應該上網查資料 回過頭再發現自己正在看猜數的影片 這我明明已經決定好要開始做什麼 卻在下一秒有臨時變化的情形啊 絕對不是因為你天生專注力差 或是要你發揮專注力很困難 而是你還不懂如何掌控這個能力 就像前面提到的暑假作業啊 大家一定都有被庇護絕境的時候啊 反而能激發出驚人的專注力 以不可思議的效率完成事情的經驗 所以任何人其實都擁有專注力 只要有意願而且透過練習啊 就可以主動控制這個能力 首先自己主動有意願要專注這件事情很重要 注意力會散亂不是因為自己就是別人妨礙到你 如果只是外在的因素 只要找到問題的來源後消除它就好 例如說在吵雜的地方啊 可以試著戴上耳塞 或者是乾脆換一個更安靜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自己內心的聲音太多 妨礙自己不能夠專注 那就表示你根本還不想專注 遇到這種情形的時候啊 不妨先試著什麼也不想 然後持續一分鐘練習深呼吸 讓自己放鬆 最後再下定決心對自己宣示 接下來除了某件要做的事情之外 其他事情通通不做 透過這樣子的儀式和信心喊話 不僅可以整理雜亂的思緒和轉換心情 還能夠幫助自己更快進入專注的狀態 沒錯絕大多數無法專注的狀況啊 都不是別人造成的 而是來自於自己內心一些不斷發出來的聲音 像是我不是不做啊 不過在開始之前我得先買個咖啡啊 上個廁所啊看一下手機訊息啊 這類擾亂自己的聲音若是不斷的出現啊 就算真正到了一個安靜的地方啊 有些人反而會覺得 哎呀太安靜了我無法靜下心來 也是說明了真正擾亂我們注意力的 其實絕大多數是自己內在的聲音 當這種聲音太多的時候 就應該好好認真思考 你妨礙自己專注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只要找到答案啊 無法專注的問題啊 就已經解決掉一大半 不管怎麼做還是很容易分心的話啊 其實還有一個更進階的做法 就是養成隨身攜帶記事本 心裡面一有什麼雜鏈 不管是什麼內容 就立刻把它用筆寫下來 不用花時間特別整理或分類 只要寫下來就好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因為我們的大腦 就是為了因應各種狀況 做出複雜的行動而存在的一個器官 大腦會不斷注意周遭的狀況 及時更新我們的思考 因此當我們什麼都不做的時候啊 大腦反而更容易像這樣子胡思亂想 打斷注意力 下禮拜就要提案了 趁今天沒什麼 我趕快來把視頻完成啦 家裡衛生紙好像快用完了耶 今天下班應該要去買場買一下 呃...除了衛生紙 還有沒有什麼要順便買的啊 啊...派可老闆的乾臉好像快要沒有了耶 今天出門前有夠為派可老闆嗎 老闆好像有交代我 今天要回個電話給A客戶耶 老闆好像有交代我 今天要回個電話給A客戶耶 喂...欸...裁客長啊 我是派可新手師啦 是這樣啦 我們老闆要我來問你說 上次那個案子啊 後來你決定怎麼樣啊 诶 别讲太久了吧 忽然觉得好口渴哦 先去便利商店买个饮料好了 如果你像这样放任脑中的各种思考自由发展 在经由联想就会不断的发展出更多新的想法 会分心啊也就是理所当然 但如果能及时动笔记下来取代思考 就能限制这些思考不断的向外扩张 这些无法一口气一次全部做完的杂念或欲望 在我们必须把精神集中在眼前这个工作的时候 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先记下来 等眼前重要事情完成之后 再回过头来逐一的检视并且完成 因为当你发现事情已经被记下来之后 自然就能更安心而且专心的处理现在眼前的工作了 最后还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 很多人可能对它都不陌生 但是却不知道它的功用居然有这么大 那就是在显眼的地方贴上字条 写字条的理由不仅仅可以作为备忘 其实也可以支援我们的专注力 因为人是视觉的动物 看着某个东西的时候 很容易就能够把思考专注在这个东西上面 相反的啊 只要撇开目光 就能分散对该事物的注意力 最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在挨饿减肥的时候 你一定会尽可能的避免自己看到食物 因为人很难看着某个东西 却又不被它吸引注意力 下次不妨试试运用人脑这种 看到就想注视的特性 把写下需要专注完成的事项贴在桌子显眼的地方 工作前先仔细读过这些字条后再开始工作 除了刚刚提到这几个方法之外 这本左左目证物的短时间完全专注 也没有很多作者根据心理选拗科学 加上自己研究结果而得到了一些控制专注力的秘诀 如果你也有没办法专心啊 拖延啊 或总是东摸摸西摸摸瞎忙的困扰 可以到书局翻翻看这本书哦 以上是这一集的夯班署看书 我们每一集用几分钟时间分享一本好书 希望能透过阅读带给你有用的知识 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给我们一个喜欢 想看更多的柴鼠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是柴鼠 我们推广阅读 胖胖范鼠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